大家好 欢迎来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是原石选豆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耶加雪飞这次咖啡 那耶加雪飞我相信喜欢喝咖啡的朋友 都是很常听到的一个咖啡产地 那甚至很多喝咖啡的朋友 可能你第一支有印象的精品咖啡 就是耶加雪飞 因为它带有独特的柑橘的风味 让我们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 会感受到 咖啡喝起来很像是一个水果茶的感觉 那在这个经典的产地里面 其实很多的庄园处理厂 很多的农民在种植 那也有很多庄园他们试着要把品质 再做一个提升 希望能够在这个经典产区里面 做出更好的一个风味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产地里面 其实咖啡会呈现地狱之味 所以耶加雪飞这个地方 可以种出一个好的风味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可以再怎么样来做努力 首先当然是在采收的时候 那必须要采收的是 完全成熟的咖啡果实 因为咖啡在采收的过程当中 那采收的工人 他们可能是用重量来计价的 所以他们会尽可能的去多采豆子 那当我们在看咖啡的果实的时候 它是一整串的 那它这一串成熟的时间 又不是一致的 所以它会有一些比较红 比较成熟 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红 好那当采收的过程当中 如果要求不够精准的话 它可能会把一些 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咖啡豆 都采收下来 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它就会去影响到 最后咖啡豆的品质 所以在第一步的把关 就是要这些采收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采收到完全成熟的咖啡果实 那这也是现在很多在提升咖啡品质的计划里面 非常强调的一点 再来就是在它制作的过程当中 要用好的水质 那要用比较仔细的后置方法 那在筛选瑕疵上面 都要再更仔细的来做 那伊索比亚 它官方分级里面 最高是G1这个等级 但是其实G1这个等级里面 当然还有很多的咖啡豆 所以通常这些处理站或是庄园 它们可能内部就会再做一些杯测 在G1里面还是会可以挑出 比较好的咖啡豆 所以我们这次帮大家精选的 这个顶级椰家学飞 就是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 都有特别的讲究 那最后在庄园里面 它们杯测的过程 也是成绩比较好的这个批词 那我们特别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经典产区里面 可以屏障到它的顶级风味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喝这一支咖啡 我们先焖蒸 那我们焖蒸的时候呢 是希望它能够充分的排气 还有咖啡粉能够湿润 那我们焖蒸的时间 大约来到30秒左右 那看它排气的状况 已经没有在很明显的冒泡了 其实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始来做冲煮 那我们冲煮的方式呢 先用我们这边习惯 慢慢的来注水 稳定的来绕圈 那希望在咖啡粉跟水 能够让它做一个充分的混合跟搅拌 那利用水流的力道来搅拌咖啡粉 让它把里面的风味 都可以充分的释放出来 那我们今天用的水温90度 那可以把咖啡的香气 也有蛮好的一个呈现 我们的粉水笔 把它充足来到1比15 那我们在充足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那把它的味道尽量要完全的 能够萃取出来 我们现在使用的咖啡豆 其实品质都是蛮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在意的 通常已经不会是 所谓过度萃取的问题了 反而是希望能够很完整的把这支咖啡豆里面 好的味道把它萃取 把它充足出来 那才不会浪费了这支咖啡豆 好那我们很快的看到它的过滤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这杯咖啡 这一次来自于耶加雪飞的咖啡 它的风味真的是很经典 耶加雪飞里面它呈现出独特的柑橘的香甜风味 那过去我们在喝一些耶加的豆子 常常那个柑橘味会带有一点点苦味 那我们可能会把它形容成 类似像柠檬皮的苦味 但其实后来我们发现说 找到更好的耶加这产区的豆子 它会有柑橘类的香味 柠檬皮柳丁橘子这样的香味 可是不要有这种皮下的这种苦味 其实喝起来是更舒服的 那像在这支咖啡里面我们喝到的 就是像是柠檬像是橘子像是柳丁 酸酸甜甜的柑橘风味 但是不会带有很重的苦味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很舒服的 那它的果香味很丰富 有像百香果热带水果这类的风味 所以除了柑橘之外 其实它有很丰富的水果香气在里面 而且它的花香我觉得表现得也很棒 它里面呈现出像是茉莉花的香味 那非常的明显 那加上这支咖啡的甜感甜度表现得很好 所以它整体会很像是一杯茉莉蜜茶 或是茉莉水果茶的感觉 那让这杯咖啡喝起来是非常的丰富 有层次 那在果香甜感花香 咖啡的整个层次感上面 表现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经典的产区 耶加雪飞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那在这样同样的产区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会试着去找到 它里面比较好的一个风味 我们从最后喝到这杯咖啡 其实就可以体会到 制作过程真的是有它的差异性 所以不是同一个产区出来味道都一模一样 那也相信愿意认真去制作的庄园 愿意认真去制作咖啡的朋友 最后让你喝到的那一口咖啡 你会觉得是值得的 那这是我们这个月推荐给大家的 原诗选斗 是来自于伊索比亚的顶级耶加雪飞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